鼻子闻不到气味是什么病 徐大道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副主任医师 那么鼻子闻不到气味呢 老百姓说是闻不到气味的 其实我们从医学来讲就是嗅觉丧失了 那么嗅觉丧失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在临床上我们遇到很多病人 他可能昨天还闻到气味的 今天睡觉起来就闻不到气味了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反复的检查也没找到原因 但是临床上最最常见的就是 一 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最近受到什么特殊的刺激 比如说胺 有胺水 胺味 或者这个油漆的这个强烈的刺激 造成了嗅觉的丧失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先天的本身就嗅觉的丧失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鼻腔内可能长到吸肉 或者长到这些其他的东西 那么阻塞了嗅炼 压迫 就造成了这个嗅觉的丧失 那么像这些情况呢 我们建议他到医院要做鼻内镜检查 首先要排除鼻腔是不是有长的东西 那么压迫了这个我们嗅炼 造成了这个嗅觉的丧失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 我们所说把嗅觉的这个吸肉呀 切除完以后 他有可能的嗅觉功能呢 就可以得到恢复 专家提示 一 鼻子闻不到气味 就是嗅觉丧失 有三种原因 一是受特殊气味刺激 二是先天性嗅觉丧失 三是鼻腔吸肉 二 嗅觉丧失 建议做鼻内镜检查 看是否为鼻 腔吸肉压迫嗅裂 进行治疗